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九月开机至今 我们的少年时代剧组拍摄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从最开始的紧张不安到如今的适应 三小只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现场拍摄的几场戏都是两三条就过了 效率颇为高 和上次谈判不同 这次在拍摄现场的周围并没有聚集太多的粉丝 只有小部分粉丝依旧抱着和安保人员打游击站的想法 在拍摄场地附近驻扎着 一个个手里的长枪短炮可是颇有专业摄影师的架势 对于粉丝们的行为 现场的安保人员也表示颇为无奈 天气好的话就每天大概有一两千 天气少的话就一两百 粉丝自身来说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就是容易出现人身安全啥的 最新还是要估执一下自己的安全 《千锋记者》长沙采访报道 《少年时代》是咱们芒果娱乐为TF Boys量身打造的青春励志成长校园剧 也是三小只首次单纲主演的电视剧 尽管今天因为时间紧迫 三小只没能接受先锋记者的采访 但有一群人吸引了先锋记者的目光 那就是和三小只搭戏的学生群演们 这些孩子其实和TF Boys差不多年纪 很多都是从开拍到现在一直跟着剧组的 对于长沙的天气 他们表示有些吃不消 这些孩子中有些是专业学习表演的学生 有些是特意来体验剧组生活的 虽然戏份不多 大部分都是匆匆而过的镜头 但他们依旧觉得很值 没有戏份时 看看TF Boys的状态和表演都能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深入到 就是他们那种有台词啊或者怎么样 看起来体系 对我就觉得他们好辛苦 先锋记者从现场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从9月5日开机至今 剧组的拍摄进程已经过半了 34集的剧情现在已经拍摄到了18集左右 不论是导演制片还是各个岗位和部门 都毫不代谢的在执行着各自的工作 剧的话也还克服了蛮多困难的 因为我们场景比较多 然后长沙的这个天气啊 也还下雨 最近都很难看到太阳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还克服了不少的困难 大家一起把这部剧拍好吧 据悉我们的少年时代将于下月中旬杀青 TF Boys将在剧中为我们真实展现 零零后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看着片场大家忙碌的身影 先锋记者可是充满了期待 天风记者长沙采访报道